据报道 加拿大卫生部长日前表示 中国很早就提醒世卫组织 注意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 并分享了这种病毒的基因测序结果 使得各国能够迅速在本国进行病毒检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肯定了这一说法 同时他还对部分媒体 针对中国在疫苗研发方面的污蔑言论 进行了驳斥 汪文斌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积极开展国际防控合作 愿继续同包括家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 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 第一时间确定并公布病毒基因序列 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 公布有关的诊疗和防控方案 及时与有关国家和地区 分享疫情信息和防控经验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合作抗议 交出的答卷 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针对有西班牙媒体称 中国的黑客存在窃取国外疫苗 研发信息行为的说法 王文斌进行了反驳 表示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 污蔑抹黑其他国家这种行为不可取 中国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 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行为 这一立场也是一贯和明确的 同时我也可以告诉你 中国的疫苗研发在国际上 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中国不需要也不会 依靠所谓的窃取的手段 来获得什么的疫苗 发言人表示 中国支持世卫组织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也希望其他在疫苗研发领域 取得积极进展的国家 能够和中国一起加强合作 为疫苗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 做出贡献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